表示今年就會願望 平平安 快快樂了 好嗎 嗨大家好我是上定的羊巴巴巴的山羊巴巴 再次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上一支台灣日本韓國過年的影片看了嗎? 還沒去看的?等等馬上去看 馬上去看 馬上去看 今天要講的是新加坡跟馬來西亞的新年習俗 兩個國家就在隔壁 相似之處也非常的多 不過還是各自有各自的特別之處 馬上就開始吧 新加坡跟馬來西亞的華人跟台灣一樣都是過農曆年的 不過因為多元種族的關係 每個宗教跟種族都有各自過年的時間 所以政府為了平均分配過年假期 華人的農曆年只有放兩天的家喔 馬來西亞跟新加坡除夕也是和家團聚吃年夜飯的日子 另外還要介紹兩個特別的習俗 第一個呢就是撈生 用生魚片和七種蔬菜再加上調味料 之後每個人就會拿起筷子 把食物往上撈 往上撈 撈一次呢就講一句吉祥話 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拼拼慢慢 然後呢 撈得越高 表示今年就會月光 第二個就是橘子 不過馬來西亞跟新加坡關於橘子的習俗呢 可以說是大香禁蹄 在新加坡橘子代表大吉大利 過年的時候會去很多人家拜年 同時會帶上兩顆橘子交給主人 離開之前呢 主人也會回贈相同樹木的橘子 稱為換橘子 祝福冰主一家 好事成雙 馬來西亞的橘子啊叫做乾 除了使用之外呢 竟然還被當作交友軟體使用 每年正月15號 也就是元宵節的時候 各地呢都會有 泡乾架好框的淋漪活動 單身女性呢在橘子上面寫上聯絡方式 丟到河裡或海裡 男生呢就會用網子去撈橘子 就好像沒有放照片的交友軟體一樣吧 單身的朋友呢 疫情過後可以去試試看喔 新加坡有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們禁止鞭炮鞭炮 也禁止持有鞭炮 因為根據新加坡煙火法案 會遭到罰款或處於監禁 甚至是鞭刑 而馬來西亞呢則是有限制某些鞭炮的種類 也禁止半售鞭炮給18歲以下的人民喔 過年包紅包的習慣 台灣是出社會之後就要開始包紅包 但新加坡跟馬來西亞 只要沒結婚 都可以收到紅包 而且絕對不能發紅包 因為呢他們認為未婚者發紅包 會難以結婚 馬來西亞的紅包呢 親戚跟鄰居都會給 但鄰居給的金額大概是5到10令吉左右 而家人跟親戚給的呢 每個人家裡都會不一樣 新加坡的紅包金額呢 根據統計資料顯示 自己的子女呢大概是80到100新幣 其他非親戚的小孩大約是5到8新幣左右 不過呢這些都是參考 每個人家裡可能都會有所差異的 每個國家呢都有不同的過年方式 但是主要還是想借著節日 讓家人好好聚在一起說話 分享遇到的困難和喜悅 但這兩年因為疫情 很多人都身在異鄉 沒辦法和家人團聚 所以我們要格外珍惜可以團聚的時刻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希望疫情可以趕快結束 讓所有人都健康的聚在一起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